988聚焦东盟 欢迎来到6月30号星期三的988聚焦东盟 你好我是Cindia新锐 首先带你关注头条看点 叶尼的冠病确诊从上个月中开斋结之后就加速的上升 累计病例超过210万宗 患病率在过去一个月内就翻了两倍 面对这个情况 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发布的一份关于印尼新冠疫情状况报告中 就建议印尼政府马上采取封城或是区域隔离等措施 社会都认为当地由Delta变种病毒株所引发的确诊病例不断的增加 越来越多印尼医院的床位占用率已经超过90% 严重影响当地的卫生系统能力 因此必须要马上实施更严格的管制措施 不过由于印尼政府考虑到兼顾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的需要 目前只在当地实施微型社区活动限制 有观点认为这样做呢 在一定程度上是加速了新冠病毒传播 那根据印尼媒体的报道 其实当地卫生部长布迪在政府的冠病疫情会议上 也一直要求在更大范围实施更严格的社交隔离措施 可是被推翻了 无论如何有消息就说 印尼总统顾问目前正在探讨几个不同的选项 其中一个就是类似印度的封锁措施 那据说印度那个时候实施这个措施之后呢 在一个月内情况就好转了 那随着印尼现在疫情是越来越严重 当地卫生部就表示 中重度症状患者所需要的氧气储备持续不足 一些医院的氧气库存开始耗尽 一些地区则是变得有限 那印尼政府呢就继续呼吁人民积极接种新冠疫苗 总统昨个微之前也特别录制了视频告诉人民 为了大家的安全和身体健康 任何宗教都不会禁止接种新冠疫苗 那根据了解宗教因素呢 也是当地一些人拒绝接种疫苗的原因之一 好了接着我们来关注泰国的情况 泰国首都曼谷最近就不断传出建筑工人宿舍群聚感染 因此首相8月上个星期就宣布 四个府上百个工地即将关闭一个月 宿舍里的工人禁止出行转移 这一个月内都会有部队管控 让很多工人都陷入了困境 那根据老姐单单在曼谷呢 就有575个建筑工人宿舍住了超过8万人 由一名女子日前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爆料 自己的父亲是一名建筑工人 因为营地里有人感染需要在里面隔离 但是把守的军人怎么都不肯放父亲出来做检测 他也透露其实工地里的情况非常的糟糕 父亲告诉他营地里有400多人 但是只给了50盒饭 那他就希望可以透过媒体的帮忙 让这件事引起广泛的关注 另外呢在这些工人里头也有很多人是柬埔寨人 那随着建筑工地关闭停工 他们都纷纷回到自己的家乡 有一些老板呢就会帮忙送工人到边境关口 但是呢就有一部分的外籍劳工是直接被丢弃在路边或是市场等等 当地警方呢现在甚至需要把这些被丢弃的劳工聚集在一起 彭博社公布了最新全球抗疫排行榜 曾经是防疫模范生的台湾 因为接种疫苗的速度缓慢 以及疫情再度爆发 排名从5月份的第15名下滑到了第44 是跌到了倒数第10的位置 而我国马来西亚呢这次更是跌到了第51名 是直接排在倒数第三 与此同时之前防疫表现优异的亚太部分国家和地区 例如新加坡香港和澳洲 就因为边境限制导致排名下滑 那另一边向疫情最严重的美国呢 就依靠着快速和广泛的疫苗接种率跃升到全球第一名 而榜中像是瑞士 法国和西班牙等等的欧洲国家也都名列前十 因为呢他们都向接种了疫苗的游客开放边境 而且当地的住院人数也因为接种的疫苗而下降 好啦 头条看点就看到这里 我是新加新瑞 在这带你看工商带路 新冠肺炎疫情推高了人们对于外卖的需求 所以呢可以看到不少原本不是做餐饮的企业 也都搭上了这班列车 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亚航 我们都知道亚航是一家航空公司嘛 但是受到疫情影响 航空服务严重受到冲击 所以呢他们就开始了新的业务 今年三月在新加坡推出外卖服务之后 每一天都有500个订单 那现在他们呢也雄心壮志 要跟Grab和GoJack竞争 成为亚洲下一个Super App 超级应用程式 那亚航集团的首席执行员 东尼费南德斯在接受新加坡媒体 今日报的专访时就说 亚航起初是航空公司 但现在呢是一家数字生活方式公司 标语呢不再是大家熟悉的 Now Everyone Can Fly 而是改成了For Everyone 那超级应用程式会不会只是 度过冠病疫情的权益之际呢 那东尼就认为这是一种长期的关系 数字业务呢其实也不是因为 航空业务不景气而特别去建立的 只是说疫情加快了步伐 他说亚航呢是第一个 以旅游为基础的超级应用程式 不是助攻食物或电照车 但是他们呢却可以不花上一分钱 就有成百上千的餐厅来签约 那这波疫情呢我们可以看到 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 包括说在吃这方面 尽管餐饮业者都希望 在关闭疫情好转之后 可以有更多人到餐饮场所去用餐 但是呢新加坡有一项最新的调查就发现 接近一半也就是49%的受访者都表示 会减少在外面用餐的次数 打包或订餐已经成为了新常态 只有29%的人表示 会比疫情之前更长在外用餐 这波疫情肆虐了一年多 对经济带来影响 所以呢可以看到各国都推出了 刺激经济政策 其中泰国政府不久前就推出了 各付一半的措施 顾名思义呢就是由政府和人民 各支付一半的这个政策 这是泰国政府今年下半年的 刺激经济措施中最花钱的一项计划 准备预算大约是930亿泰铢 大约120亿令吉 为3100万人提供援助 可是呢这项计划的反应却不如预期 第三期开放注册两个星期了 还剩下超过250万个名额 来自泰国发展研究机构的专家 伦纳利就认为 这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 但或许人民的储蓄因为疫情而大幅缩水 导致消费力下降 从而影响到了这项政策的实施效果 那之前也有民间机构批评 这样的刺激经济计划可能有问题 因为大众根本就没有消费能力 同时之前有一份泰国社会状况报告也显示 2021年第一季度 泰国家庭账户存款金额 低于5万和10万珠的指数 从去年3月开始持续的增加 无论如何面对各副一般 这项计划的注册人数不满 泰国国务院的发言人阿努查就透露 财政部方面是正在研究 要怎么调整这项计划 并且会考虑民间机构所提出的建议 包括把计划金额 从原有的每人3000泰铢 提高到6000泰铢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跟进到这里 我是Cindia欣睿 不要忘了明天同一时间 继续守着中华聚焦东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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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